看一下第一题完成之后 所以我把那个图放过来 那你可以看到 只要效果类似有长得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把眼睛闭起来 眼睛打开 主要是这个遮瑟片的涂层 那可是问题 题目里面要求我们做的就是 把那一张PSD02 其实就我们刚刚贴上的东西 做两次 其实做两次 第一次的话要做什么呢 第一次就是涂层混合模式 涂层混合模式刚刚有讲过嘛 点两下嘛 它就跳出来了 那它做什么 绿色的效果 不透明度50% 再复制一次 也就是刚刚那张图 要复制两次 然后涂层混合模式 有一个所谓的色彩增值效果 色彩增值效果做什么 不透明度80% 所以其实就贴上两次 第一张我们刚刚已经贴上一次了 那贴上之后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 先做什么呢 绿色 再做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50% 一个是80%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那怎么样去针对 这个图层做一些变化 那你可以直接从哪边 这个图层二呢 上方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 一个清单 有没有 这个是正常 那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叫绿色 有没有一个叫绿色 绿是过绿的绿 绿色 另外一个不透明度 预设就50% 所以其实你只要第一件事 先把它改成绿色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基本上 关掉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不透明度 填上去之后呢 效果 有点 比较 不一样 那另外再来一次 所以你又切回到原来这一张 再按右键 再复制一次 一样复制到206 它叫图层3好了 因为题目没有要求 什么名称 我们用图层3 再切过来206 那你会发现 又一个图层3了 那如果把这个 比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那一张 它做什么呢 题目里面要求 就是要把这边改成什么 色彩增值 不透明度80 所以色彩增值在哪里呢 各位找一下 在第几个呢 第四个嘛 OK 然后不透明度多少呢 80 预设是50 把它改成80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效果就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个眼睛 闭起来 跟打开 有没有 它这个效果呢 就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跟那个完成档 做一个比对 大概的效果 就是这样 OK 不过好像这个光影 我们应该还可以再往 往右下一点点 因为这边好像它也遮到了 像它这边也遮到了 这边就没有遮到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长这样子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还会有哪一些部分要增加呢 基本上 后面的部分呢 题目还会要求怎么样 把那个蝴蝶的部分去背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去背 这张图还颇麻烦的 追PG这一张 为什么 因为它背景怎么样 哇 太乱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用快速选举工具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最后呢 还是非得要用套锁 慢慢去套 不然没办法 因为它这一张图的背景 实在是太乱 它如果是单一个颜色 那就是非常好了 为什么一选马上反转就好了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 还是要慢慢选 那选完之后要做什么事呢 题目里面要求就是说 要把它水平翻转 它本来是这个方向 本来是这个方向 要把它水平翻转 并且呢 让它旋转几度呢 负15度 并且加上阴影效果 阴影效果 那阴影效果呢 有什么样的特别 你会发现 它的阴影不是黑色 它的阴影是白色的 那有点像怎么样 光从下面打上来的那个感觉 OK 而且除了说你会发现 除了有一只蝴蝶之外 这边也有一只蝴蝶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只蝴蝶嘛 其实这一只怎么样 复制过来 转个方向 最后有个蝴蝶 这个字 蝴蝶这个字呢 它原来 其实这个跟前一题 有点像 有没有 有点描边 但是又多了阴影 有没有 其实它原来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蝴蝶 黑色的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黄色 除了有描边 还要阴影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试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把刚刚的那个 第二题部分先完成 那我建议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我们题目里面的要求 尽可能照题目的方式来做 那将来我们题目考试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就是照这个题目 应该暂时不会做变化了 不过理论上 OK 那怎么样选取 当然方法很多 要不就是 你们可以用前面讲过的快速选取 不过快速选取好像问题会蛮大的 魔术棒更大 OK 那刚刚有同学 推荐用磁性的 不过这个磁性 还是需要 做一点点的修改 比如说你用磁性的话 你会发现 绕一圈没问题 但是这个虚虚可能又会有问题 因为虚虚怎么样 太细了 而且这个虚虚可能没办法用磁性 磁性可能 磁性不能用 所以就要切回到套索 所以我们怎样 Ctrl加号 把它放大一下 虚虚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图的解析度海上还是不太够了 所以选 你大概选大概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用什么 用套索 然后上面有什么 增加或减少 预设是新增一个选举 记得把它改成新增 因为我要再选完 我刚刚用磁性 再用什么增加的模式 那记得把这个虚虚选进来 不过这个虚虚 记得从里面 加的话从里面绕出来 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手真的不能抖 抖一下也不行 因为这抖一下又要重来了 OK 这个虚虚是最难的地方 如果你绕一圈之后 没有发生状况的话 那恭喜你了 因为这个真的还蛮困难的 就稳定性 测验你的稳定性 好绕一圈了 这个虚虚就选好了 OK 所以真的很困难 不过这样能够一次就做完 真的就是要有练过的 所以因为这东西 需要一点点的 就是手的稳定度 还有你的这个聚精会神 而且这个时候呢 不能分心 尽量这个时候也不要讲话了 不过我要上课没有办法 还是非得要一边做 一边把这个 那尽可能的 把它维持 这个一个平顺度 OK 好 把它绕回来之后放开 好 它的虚虚就出现了 再把它砍错剪 好 蝴蝶 就把它选起来 不过这个蝴蝶 可能要花蛮多时间 我看刚刚同学 选到满头大汗 不过没 应该是没 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冷的 好 那 其他细节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再自己 再把它 做一些修改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最后做完呢 题目要怎么样 执行影像 做那个水平翻转 他说要把这一张去背之后 然后放到 其实是206 然后呢 做水平翻转 旋转-15度 并且设定什么 阴影效果 所以会有四个动作 一 把这一张 选好的部分 丢到 206 水平翻转 跟旋转 然后加阴影 所以四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它复制过去 但你可以用复制图层 我的习惯是Ctrl-C 因为已经选好了 Ctrl-C 然后206 Ctrl-V 贴上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水平翻转在哪里呢 编辑里面 变形里面 就有个水平翻转 其实这边最快 但你可以Ctrl-T 再让它旋转 其实不过 Ctrl-T好像只能旋转 它不能水平翻转 或垂直翻转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 水平翻转 变形里面 再来的话呢 移动它 到哪里呢 到 参考一下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拉空一点点 大概这个位置 接近 或者用上下左右键 慢慢去移动它 移动到 可能是题目要的位置 再来怎么样 Ctrl-T Ctrl-T就是任意变形 然后旋转角度 旋转角度 这边就有角度 你就输入-15度 OK 这个时候的话 打勾 记得 -15度之后 请你把它怎么样 再做个打勾的动作 然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蝴蝶 移动过来的 这个部分 如果位置还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让它 用上下左右键 去移动它 或者用那个 滑鼠去移动 不过滑鼠 你会发现 它移动 没有办法 很细的 一移好像感觉就移了很多 如果你要精细的话 可以用上下左右 慢慢去移动它 大概是这个位置的 好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完成蝴蝶的图层了 好 最后的话 还要做什么 阴影的效果 那题目有提到 就是那个阴影 不过阴影在这里 其实不是前面用的阴影 前面用的阴影 是黑色的阴影 那这一题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阴影是白色的 有点像是 光线从下面打光 有没有 下面亮亮的 那所以这地方的话 怎么加上阴影的效果 一样 在这个图层 有没有 其实这个图层 基本上就是 这个图层 当然你也可以改名称 不过题目没有讲 我们就用图层4 然后快点它两下 这个时候 有没有 图层样式就出来了 应该还记得 这图层样式还蛮重要 我们前面用的 蛮多地方 都有阴影 那阴影的部分的话 请你在阴影的地方 打勾一下 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 它有阴影 不过阴影 黑色的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这个 黑色的阴影 改成白色的 把它拖拉到白色 白色就是 左上角这边有阴影 白色出现 可是这个白色的 它的那个展开 跟尺寸 有点不太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展开 稍微加大一点点 这个再加大一点点 那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都没有效果 最重要的原因 是这边 你会发现 色彩混合模式 请你 这边是色彩增值 请你把它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正常 因为刚刚我们 好像有改过 那个就是图层样式 里面的混合模式 请你把它改成正常 OK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记得 阴影的地方 加阴影 然后 这边改白色 记得这边 要改正常 那间距的话 大概五 我这边有调过 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 至于要展开多少 你会发现 这个有没有 感觉好像 如果我做个动画 有没有 你看它会一闪一闪 那不过 大概根据那个 完整档 大概 大概五个 间距大概五 然后展开大概 大概五 那尺寸的话 大概多少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尺寸有没有 它有 另外 另外不同的效果 大概十五吧 我记得大概 五五十五左右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阴影的部分 那阴影做完之后的话 它还要我们怎么样 再做一个缩小板 放在右下角 并且把它设定 混合模式 强烈光源 这个地方我想 其实请各位 先完成到这里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有关那个蝴蝶的部分 那尤其 我会仔细去看 你们的那个蝴蝶的触须 因为那个触须 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这触须 说真的要选到 完美无瑕 完美无缺 其实选到很 让人家看起来 不会觉得怪怪的 真的要 非常的 小心 而且那个细致程度 要很够